被印度吹爆的铝离子电池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 这两年中国锂电池搞得是疯疯火火 世函一直想研发出新的电池来取代我们 但其实还有一个国家也在我们的背后盯着呢 随时准备超过中国电池 大家猜一下是谁呢 没错啊 就是有咖喱弯的印度 可能大家还不信啊 这几年印度在电池领域搞出来的新闻还不少 一会儿拉拢中国电池企业去印度投资 一会儿研发出性能更先进的钠离子电池 其中闹得最凶的还是要属于铝离子电池 2021年时 一家印度公司宣称先研发出了增强型铝离子电池 性能上相当前景 比如它的能量密度可以达到600瓦时每公斤 是刀片电池的4倍 3元锂电池的3倍以上 充电速度也很快 一分钟就可以充满150千瓦的电池 说实话 这个充电速度把我吓了一大跳啊 那不是上个厕所的功夫 电动车就充满了呢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还要杀燃油车和轻能汽车啊 而且啊 这还不是他们公布的最牛数据 根据这家印度公司的透露 他们的铝电池非常难用 充电2万次都不会坏 按照一天充一次算 电池的寿命可以达到54年左右 因为数据实在离谱 所以有些人就怀疑啊 然而 印度电池企业则是信誓旦旦的宣布 这都是真的 而且只需要到2022年 就可以正式商用 这下大家傻眼了 人家电池性能这么强 而且都要商用了 还能作假 如果是真的 那不是分分钟就能把中国铝链汁给打趴下的 说实话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网上有些硬吹党 还真信了 他们立马在网上造势 说什么 中国铝电池不行了 铝电池才是未来的趋势 还将它称为 铝电池绝目者 不出几年就可以正式取代铝电池 当时有些小伙伴让我做客部 讲解一下 我看了摇头拒绝 三个的话你也信啊 人家吹的牛比我们吃的都多 好吧 所以当时我就当一乐呵 结果没想到 这家公司又公布了重磅消息 他们不但与印度一所高等大学合作 建立了铝电池技术中心 还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 准备在印度开设铝电池工厂 这下国内的舆论彻底扎了 说啥的都有啊 比如人家都要建厂了 你还在这质疑别人 还比如 能不能对技术有敬畏之心啊 等等等等 连我都开始有点疑惑了 难道三哥这次真的雄起了 于是最近两年 我一有空就在关注这件事的进展 别说2022年商用了 连2023年都快过去了 当初被硬吹们捧上天的铝电池 别说量产了 就连网络上的技艺都快没了 那干脆啊 我们就拉出来鞭测一下 铝电池这玩意儿不是不好 而是三哥根本玩不转 铝电池的确在能量密度 成本快速充电能力上比较有潜力 但是这些潜力它是有条件的 比如它的能量密度问题 虽然密度相比铝电池高 但是它很容易被电解液腐蚀 想要造出稳定的铝电池 就需要找到更复杂的电解液 还有充电速度 金属铝会与空气反应 然后堵住薄膜的微孔 导致铝电池的充电效率变慢 至于其他缺点咱就不说了 总之 铝电池的理论性能很好 可实际上都是在实验室才能够达到的 想要实现商业化 你得把整个产业链都重构才行 但问题是 三哥的企业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每日韩企业都不敢打包票 更别说印度企业了 后来我认真去看了一下 印度的这家企业 发现这家企业贼坏 根本就是走投无路了 随便撤点数据 骗一些冤大头的投资而已 印度研发铝电池的企业叫 Satanos公司 2016年时 他们就弄出了EA项目 专门研发铝电池 当时汽车电池还比较热门 技术方向也没确定 因此 一些有钱的公司就到处撒网 如果能撒到一个 那就正大发了 Satanos非常幸运 得到了沙特一个财团的支持 给了他们两笔钱 让他们去研发铝电池 结果Satanos就这么秘密研究了5年时间 结果5年过去了 中国锂电池都已经占领世界了 这家企业还没出成果 甚至就连资金都给获获得差不多了 当时很多人认为 它和其他初创企业一样倒闭时 Satanos突然在2021年 公布了他们研发出的 锂电池的相关技术 现在只差一些钱 就可以实现商业化了 好家伙 真的是有种小说里主角苦修数年 一出事就冠绝武林的伟大 于是就有了 印度锂电池轰炸中国网络这段事 然而事实证明 这家伙压根就不是什么主角 就连实验室里得到的数据 都被挖出来是造假的 其后矛盾特别多 连数据都是错的 你还说它能量产铝电池 说白了 一切都是为了钱而已